1593年 新年刚过不久 执掌全日本军政大权的风尘秀吉 开始变得忧心忡忡 八个月前 他动员了数十万日本人 派出数百艘战舰过对马海峡 登陆朝鲜 出发前 他严令先行复朝的十六万大军 带上一种能隔空杀敌的秘密武器 火神枪 这种火神枪由擅长航海的葡萄牙人传入 造价极高 比起当时周边国家士兵用的弓箭长矛等冷兵器要先进许多 日本人视之为战争利器 称它为铁炮 这些经过多年征战训练有素的士兵 4月14日登陆釜山 5月2日攻克汉城 朝鲜国王出逃平壤 6月15日日军攻陷平壤 朝鲜国王刘王志毗临明朝的边城一周 日军当时采取的战术是弓箭和火神枪相配合 而火神枪当时是一种非常先进的武器 它的有效射程就可以达到200多米 而在战场上通常是100米之内就射击了 那么这个效果就更好 而朝鲜的这个弓箭及尸部就坠地了 而日军的火神枪却可以远距离杀 凭借这些先进的火枪 风尘秀吉不仅想吞并朝鲜半岛 还妄图征服中国 进而向南扩张 最终建立以北京为首都的大东亚帝国 其实朝鲜军它当时实际上有很多鸟畜 但是由于传统的思维习惯禁锢了它 它把这些先进的武器都刀枪入铺 而自己仍然使用自己喜欢的传统的弓箭 结果在这次惨败 让他们真正地意识到了他们被时代抛弃了 不得不去改变自己的现状 反复斟酌后朝鲜国王紧急求援 中国明朝发兵四万 由都督李如松统帅 凭借神机营先进的火枪火冲火炮 连克平壤开城 火烧日军的龙山粮仓 朝鲜大布国土被光复 日本称霸亚洲的野心很快落空 封臣秀吉的失望与愤怒可想而知 1598年 封臣秀吉在郁闷中死去 但所谓大东亚帝国的欲望之火 在日本却并未完全熄灭 在貌似平静三百年之后再一次死灰复燃 而此时远在大陆的另一端 以火绳枪为主要武器的西班牙步兵方阵 正横行欧洲 西班牙方阵把火绳枪手与长矛兵混编在一起 在接敌时火枪手可远在二百米外率先射击 而在两军近战厮杀之时 火枪手可在长矛兽掩护下从容装弹 伺机杀敌 相对于传统长矛弓箭近身肉搏的交战方式 炙热的弹丸率先撕开一段很长的交战距离 在刀剑尚未相交的战场上 却早已布满了死神的飞速 火神枪把交战双方带入到更远的战斗空间 战争似乎进入了一个游近道远的新时代 火神枪出现的影代表着人类战争进入了一个火气时代 它改变了过去人靠体能杀伤的冷兵器的这种作战方式 它的远射程 它的这种烟火效应等等等等 都是冷兵器所无法产生的 这样的一种轰鸣的效果使它具有一种非常强大的震撼力 它也改变了过去冷兵器时代的这样的一种战争状态 1793年10月开始 40艘官船组成的浩大船队由北京沿运河南下 送大英帝国首次访华的使团归国 一个月前 在皇家避暑出游时长去的承德礼宫 他们得到乾隆皇帝接见 除了向皇帝贺寿献礼得到许可 使团代表英王乔治三世提出的互派大使 与英通商 开放口岸等要求无一或准 并被要求尽快启程回国 身为特使的马嘎尔尼爵士 深感无奈和沮丧 大英使团沿京杭大运河南下回国 让他们意想不到的是 当地驻防沿岸列队以势升危 可是马嘎尔尼却注意到 清军主要携带刀剑弓箭 竟然还有很多士兵 仍在使用西方早已淘汰的台枪 城防几近坍塌 火炮稀疏无力 他知道清帝国纵然军力庞大 但早已落后西方百年 来华之前 马嘎尔尼专门挑选了多款英国新式碎发枪 当作给皇帝的献礼 对于此种百米外夺人性命的奇迹银巧 大清君臣一片冷淡 马嘎尔尼没有得到任何展示的机会 他坚信如果这个古老的东方帝国继续封闭国门 那么大英帝国有能力把万里之遥缩至百米 那是西方帝国枪炮开火的距离 马嘎尔尼出使六十多年后 英法侵略军火烧圆明元时偶然发现几支锦锁身弓 已燃生锈发霉的英国碎发枪 那就是马嘎尔尼的理由 英法侵略军使用武器装备 主要是线堂后装武器 包括火炮及火枪 使用了圆锥形的子弹 而清君使用的主要是滑堂和钱庄 这样的武器装备使用弹丸 是源头的这种千弹式的 从武器装备的威力射程精度 以及发射的便利性上 差别是非常大的 他们这两种武器装备有很大的代差 那么英法联军 他们具有非常明显的装备优势 比起清君的滑堂枪 英法联军刻上堂线的碎发枪 能在更远的距离上百发百中 线堂枪的时代到来了 经过数百年的发展 欧洲火枪已经发生了很多改变 由火神引燃发展到碎石打火 再到火冒激发 开火更快 枪长由两米多缩短到1.5米以内 重量减轻到不足5000克便于携带 枪管口径缩小 枪管长度与口径的比例 由早期的20比1变成60比1 这意味着同样的火药能使子弹飞得更远 敌对双方可以在更远的距离上交战 滑堂枪弹丸飞行不稳定是制约枪炮发展的瓶颈 一粒三十余颗重的弹丸虽然可以飞行300米以上 但是命中率和杀伤力都已低到没有实战意义 直到19世纪初 欧洲各国步枪的有效射程普遍都没有超过150米 其实早在15世纪 唐线就已出现 它能使射出的枪弹高速旋转 转得越快 飞行越稳 打得越准 唐线是西方火器技术史上划时代的一次革命 但它诞生之初却被看作恶魔的神经 1510年的一天 几个奥地利的军官拿着自己的滑堂枪来找到斯伯克尔纳 这几个军官怎么也不相信 就这个来副枪里面带了几根长长的曲线 就一定比他们的枪打得又准又远 就来找他挑战 斯伯克尔纳当然欣然迎接了挑战 所以比赛开始了 首先是在一百米的距离上发射五发子弹 军官们带来的滑堂枪是五发两重 而斯伯克尔纳发明这个枪是五发五重 当距离增加到两百米的时候 效果更是明显 来副枪射击五发四重 而滑堂枪五发军头 比赛的事情传了出去引起了轰动 让人们感觉到这个非常的震惊 使来副枪成为一个人们心目当中神奇